DG分析今天跟大家繼續說一說疫情之下的一些社會的白態 早上其實我走過一些超市,我走了兩三間 又去看一看究竟之前說斷了貨的一些米或者即食麵 甚至一些清潔用品的狀況是怎樣,會不會多一些貨 我其實都頗失望,因為買的真的很少很少,沒有什麼 其他一些清潔用品更加不用說了,兇架的 麵就好少少,還有一些在這裡,即食麵也有的 但我覺得搶了過幾星期,為什麼大家仍然更有興趣去搶購這些日常用品呢? 其實在過幾星期之前,政府已經有說過 香港的貨樓、物樓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很明顯地,社會或者市民對於現在的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相當低 所以你有你說,他有他做 所以為什麼一個搶救潮能夠長達過幾星期呢?超過七日以上呢? 我覺得這件事,我想無論是政府,或者是我們傳媒,或者是一些時事評論人 大家都應該研究的,因為如果你說是一個所謂panic的狀態 一個大家一殺那奸的一種驚恐呢? 我覺得是不會持續那麼長的時間的 持續那麼長的時間呢?除了我剛才說的,大家對政府不遂任之外呢? 亦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說,那個市場上面的一個市場運作呢? 可能都是令到今次那個搶購潮,即是能夠 last 這麼長時間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其實我記得過幾星期前,我看到一些所謂廁紙呢? 十二卷裝的呢?其實大部份都是賣二十幾至三十多元的 不過我看回很多網上的一些留言,或者一些訊息呢? 原來現在的廁紙呢?其實已經去到四十幾至五十幾元,十二卷都有 這個明顯地就是這個自由市場上面的供求效應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可能想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其實,往後這些物資呢? 那個價錢呢?我相信呢?以現在的狀況來看呢? 居高不下呢?都可能呢?都會遲了一段時間 確實,我想呢?就算你說,政府再出來說多兩三次呢? 我估計如果那個疫情不是一個很明顯的退卻的話呢? 大家都仍然是不會很放心的 那麼,我只能夠在這裏希望呢?就是說呢?大家在做這些決定之前呢? 真的要想多一點點啦?如果不是的話呢? 其實到頭來呢?你搶完到我搶,我搶完到他搶 那麼,最後都是大家呢?都將這些東西搶貴了 那麼其實這個呢?就真是,在這個疫情這麼嚴重底下 如果連自己的那個經濟狀況都受到損失呢? 確實這個就是相當之,就是一個非常之不好的結果 那另外一件事呢?可以跟大家談一談的就是這個 這一兩天呢?其實在很多不同的社交媒體呢?都出現一個洗版的狀況 就是呢?很多的警務人員呢?在一些有這個疫病的地區執勤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的裝備呢?和一些其他前市醫護人員呢?看起來呢?就好像警察強很多 那今天呢?這個衛生署和醫管局呢?開這個記者會的時候呢? 也都有記者問到這個問題 那麼呢?就... 前市的醫護人員呢?現在穿上他們的 半藍色的半透明的那個 那個防護衣呢?就叫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而這個警察呢?就穿上呢?其實他們那個的防護衣呢? 其實他們那個的防護衣呢?白色的全套呢?包到陷的那個呢?就叫Tirex 那麼呢?就... 兩者之間呢?就以警察穿上那個呢?那個的保護能力是更加高的 那麼當然了?其實由於呢?前線醫護人員呢?很多時候他都直接要接觸那些疑似 或者甚至乎是真正的病患者 那很多人就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想 那為什麼醫護人員穿的那個的保護性會比警察還低呢? 其實呢?醫管局的代表呢?他有答過的 他的帶子就是說呢?其實呢?他們在穿這些的保護衣的時候呢? 他們呢?是有他們本身的一套的標準在那裡的 那至於說到警察的部份呢?他就說不同部門有不同的程序 那究竟警察怎樣去考量他們的風險呢?這個呢?他就... 不知道呢?究竟呢?警察用什麼的程序了? 那但是呢?醫管局本身呢?那個程序呢?是很標準有準則的 那...其實呢?這句說話呢? 反過來說就是呢?他都不太知道警察為什麼要做到那麼足 啊?或者就是... 或者... 就是... 上次是比她們更加好 那他也都給不到答案出來 我覺得呢?這些呢?就是警察穿的防護衣比其他醫護人員更加好呢? 這個的... 警象呢?或者這個現象呢呢? 正正就是... 令到大家沒有信心 或者一些... 嗯...大家對於政府的一個的所謂... 一些負面形象呢?一種很好的一個體現來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其實大家都會很理解,醫護人員在過去這麼多次,其實特區政府的不同的首長,行政長官, 他們每一次提到醫護人員的裝備的時候,都會說他們會給醫護人員一個很好的裝備,去接受現在這個疫症的挑戰。 但是我們從一個市民的視覺去看的話,就會很明顯發覺原來警察的裝備是比醫護人員更好的, 甚至乎他們有些的站光的位置,就有整個大的一些貝密風式的帳篷,是坐在裡面的。 我想就算你說警方那方面,他們解釋他們只是用他們過去的一些標準,而去穿這些保護衣,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他們的回覆,是有他們一定的合理性在這裡的。 因為他們不是說經常都會跟其他的紀律部,甚至是醫護人員一起執勤的。 大家在同一個地方,雖然那個工種不同,但是那個位置上面,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地方。 不過這樣,我想如果我是警察部的高層,或者我是政府的高層, 我在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我又可不可以用我剛才的那套邏輯,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用我們自己的警察部的標準而已, 而你市民看起來覺得有問題,是因為你不理解我們而已,可不可以這樣回答呢? 我覺得這個答法比較牽強,如果你說政府仍然是想著用他們固有的一套的既定邏輯去說的話呢, 只會令到整件事是越描越黑。 就正如之前呢,呈教署的CSI口罩,到現在呢,其實由於那個解釋不明不白, 行政長官就說呢,如果有問題的話,呈教署就會去調查,就說完了。 這一樣東西都是令到就是說,我想市民是真的會覺得相當有問題, 而作為政府是不是覺得自己盡了責任,自己在那個的一般程序上做足的話,就沒有問題呢? 而在這次這件事上面呢,其實我覺得,絕對不是一個所謂的什麼公關災難, 或者市民觀感不好那麼簡單, 因為呢,在經過了過去那半年的社會運動,其實警察的形象在市民當中, 其實很多不同的民意調查都已經說了的了。 那所以今次這個所謂的警察的裝備, 跟其他醫護的裝備那個的比較,這件事呢, 我覺得只會令到更加多的市民呢, 對於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呢,是沒有信心。 如果我是當時人,我是一些政府官員的話呢, 我都會立即請幾個部門的首長啊,或者一些管理人, 他們大家一起坐下來去檢討一下, 因為確實,其實每一件事,大家都可能第一步不可能做到最好, 但是如果知道出錯問題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問題繼續呢? 我想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大家都去看一看的。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裏先。